大家好 咱们讲一个婚姻不逊 陪了夫人又遮兵的八字实力 这是一位前造的八字 难命八字 几次年 一亥月耿子日 加身实情 这个八字呢 这个判断日干忘衰之前 先查出来空王 空王是耿子嘛 耿子日祝 耿子日祝秦四空 陈孙空日干耿晶生于亥月 死水契而至耿晶 一目合办耿晶 家目充至耿晶 割绝是从若割绝 从若割绝 八字中 以水墓为用神 一般情况 日干左右两边 临财心的难命 婚姻方面是注定是不逊的 实际上呢 这个夫主啊 2015年结婚 2015年是一位年 一位年呢 是一目合办婚姻出现 结婚 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现象呢 2019年离婚 三月份离婚 与女方协议离婚 赔了女方八万块钱 这就是标准的 一个八字 赔了夫人 又折兵的现象 在他八字里面 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 能够体现出来的现象 就是 12年 他父亲 父亲生病 并且是胃癌 从他这个八字里面 咱们也能看得出来 2012年是任晴年 这年是任晴 认水生家末 尘土生神经 神经有力克家末 这是不利父亲身体健康的 这上面都是比较明显 能够体现出来的 男命八字 日干左右 财心临身的 他婚姻方面是不迅心 并且呢 容易出现婚灾的现象 这点呢 必须要注意 一般的日干左右 临身的人 他容易吃足挽力的 看了锅里的 导致婚姻不迅心 他这种状况嘛 并不是因为外衣 而是由于啊 这个夫妻不合 导致婚姻失败的现象 这点呢 要明确 然后呢 我们做一顶不迅心意的